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中天晚间新闻 我是郑小婷 今天开始来看到嘉宇是一名强盗通气犯被警方逮捕 趁着远警不注意溜出派出所 在门口偷了一辆脚踏车逃跑 结果骑不到300公尺 脚踏板突然断掉 重心不稳摔倒在地 头部受创 送一复制 整个过程被间隙画面给拍了下来 前面状况我联系给记者 好的 主播给观众 现在看画面就是监视器清楚地拍到了 这个70岁的理性通气犯从北门派出所趁机脱逃之后 是偷骑别人的脚踏车 而为了加速逃逸 他是猛踩这个脚踏车 结果在过程中脚踏板突然断裂 造成他整个人重心不稳摔倒 而其实并没有其他车辆是有擦撞到他 而当时他撞到头部之后导致奴内出血 向队员紧急到场来抢救 并且赶快把他送医治疗 不过在经过送医急救之后 这个理性通气犯仍然不治 来听一下警方的说吧 因为这一名理性通气犯呢 他是在被逮捕之后趁园警不注意 骑单车自摔送医不治 而当时处理的两名园警呢 已经由嘉义市警局医书纵人犯罪 寒送嘉义地检署来侦办 而至于行政处分呢 警方也表示将会等到司法判决结果之后呢 再来决定 那么就是掌握到最新情形镜头交换棚主播 好的 谢谢月方来看到通知犯流出派出所 结果骑单车自摔身亡